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993集 基辛格的回答是针对埃里克的询问 在诉讼中 原告处于进攻方 既然起诉被告 自然要提供证据证人 被告是防守方 想办法反驳这些证据 基辛格当庭出示了威尔逊夫人和GNP述所签订的委托协议 这份委托协议有什么特别呢 他指定了由夏小兰担当项目负责人 谢谢证人的配合 委托协议的条款对夏小兰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客户的特别要求 夏小兰才能以实习生身份去负责剧院翻新 而Lisa只是GNP分配给夏小兰的助手 Lisa的律师麦尔斯对基辛格的证词表示质疑 按照美国的建筑师职业法规 事务所的实习生并不具备注册建筑师资格 他不能担当这样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事务所合伙人基辛格出于利益考虑 违反了建筑师职业法规 基辛格抿着唇 他当时的确不是因为看好夏小兰 才让夏小兰担当负责人 而是客户指定了夏小兰 他为了留住生意 才打了这个擦边球 夏小兰不是注册建筑师 他要对建筑内部进行大改造 方案要经过注册建筑师签字 Lisa的存在就是这个意义 该死的 反对 提问与本案无关 认为基辛格违反了建筑师职业法规 就该另行立案起诉基辛格 今天打的是著作权官司 埃里克可不允许基辛格被这样攻击 反对有效 谢天谢地 法官支持着他 麦尔斯也见好就收 绕来绕去 还是问出了几个让基辛格颇为难堪的问题 这样扯皮有什么作用 攻击基辛格本人的诚信度 让他的证词变得不可信 夏小兰拿出了创作原稿 Lisa也有创作原稿 两人提交的原稿 经过鉴定 创作时间是差不多的 这种鉴定技术 根据纸张的老话 笔记游墨的变化 能鉴定个大概时间 却不能真正精确到哪一天 谁先谁后 家属可以旁听 却是禁止发言的 刘芬等人也在法庭上 却也是暗暗着急 刘芬最着急 她的英文水平不够 能听懂非常简单的日常对话 涉及到大量专业词汇 语速又快 她听得糊里糊涂 她只能根据胡英和温教授 等人的表情去猜测 胡英挺着急的 刘芬也跟着着急起来 刘芬的视线又落在女儿身上 夏小兰身处原告席 倒是淡定得很 夏小兰没有嚣张到蔑视法庭 该乖巧的时候 她绝不犯傻 再强的表现欲都要忍着 既然信任埃里克 就把庭审交给埃里克掌控 如果有需要 自然会有人向原告提问 她犯不着急吼吼发言 丽莎也很淡定 看起来是这样 丽莎为了今天 没少做心理预演 一开始当着AIA评审团 承认那是她的作品时 还会心虚 谎话说了太多遍 在电视节目上说 面对采访的记者说 她也是锻炼出了 极厚的脸皮 夏小兰将视线移开 庭审就是这样 一攻一守 双方律师 你来我往的过招 基辛格之后 是第二个证人 马修 马修作为另一个实习生 也是剧院翻新方案的参与者 她当庭作证 夏小兰是方案 绝对的主创者 她虽然年轻 但领导我和丽莎 进行这项工作 方案由她提出 由她设计 她曾询问我和丽莎 是否有所补充 丽莎表示 没有 有没有见过丽莎的 设计原稿 没有 丽莎更多的是 负责现场监督 埃里克问完了 盖丽莎的律师 麦尔斯提问 这个素棍太无耻 她的提问 让评审团成员 面面相去 马修卡尔顿 你和原告 曾同在康内尔大学 建筑学院学习 你们在学校期间 有过接触吗 我注意到 你们都参加过 维尔逊酒店 赞助康内尔建筑学院 设计比赛 当同学 有没有接触 一同参加了比赛 也算是有接触吧 马修脸色不太好 夏小兰拿了第一名 他和乔纳森等人 配合不好 只拿了个第三 有什么好提的 是 有接触 你和原告一同 进入GMP事务所学习 是否曾彼此帮助 是 难道要当庭表述 他曾经巴不得 夏小兰表现差一点 自己好展露头角 麦尔斯脸上露出笑容 马修卡尔顿 你和原告是同学 也是同事 和一位如此漂亮的 华国女孩 朝夕相处 你是否情不自禁地 被他吸引 对他产生了好感 请你回答我 你是否喜欢原告 反对 提问与本案无关 埃里克已经知道 麦尔斯要干什么了 这一次 法官也不知道 在想什么 驳回了埃里克的反对 反对无效 请证人回答 被告律师的问题 全场的视线 都落在马修身上 包括夏小兰 马修的脸 一下就红了 马修卡尔顿 你可是宣誓过 自己所说的证词 全部为真 请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否在共事期间 被原告吸引 喜欢上了原告 发过誓的 不能做伪证 不能说谎 是 完了 这个狡猾的律师 马修好想抽自己几巴掌 他根本没想过要告白 更别说是当庭告白 他一辈子都不打算告白 他只想比夏小兰强 好不好 好吧 他是有一点目强心理 马修羞愧得低下头 他掉进了律师的圈套 我 法官大人 我提问完毕 麦尔斯果断终止了提问 陪审团有嗡嗡嗡声 原告夏小兰这边 一连出庭了两个证人 一个是GMP事务所的 合伙人基辛格 被麦尔斯质疑 职业操守有大问题 另一个是 马修卡尔顿 被麦尔斯当庭问出 马修对夏小兰存在着 爱慕之情 这两人作证的动机 他们的证词 还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吗 法官会怎么想 评审团又怎么想 夏小兰自己都很吃惊 丽莎请的这个律师 不愧是经常替娱乐界人士 打官司的 著作全官司 都能从男女关系上切入 因为马修对他有好感 所以愿意上庭做伪证 是这个逻辑吗 马修为什么对我有好感 钢铁侄女陷入深深的迷茫中 马修这个心机不碍 不是一直想抢我机会吗 后来和他走得近 也是被他打击得嗷嗷叫后 若鸡对大佬的敬畏 喜欢是在哪个阶段啊 情书夏小兰眼瞎 真的没有看出来 我把你当兄弟 你对我当兄告白